接连退役4艘提康德罗加基巡洋舰 剩余数量比055还少 美国海军的远洋舰队实力暴跌 根据美国五角大楼下属网站报道 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基巡洋舰的54号舰 安提弹号在上个月27号 与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举行了退役仪式 这艘舰舰领长达37年的巡洋舰 带着它的122个垂直发射单元告别了美国海军 事实上这是今年退役的第4艘提康德罗加基巡洋舰 在此前的6月前后 6963和55号舰先后退役 也就是说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美国海军就损失了488个垂直发射单元 为什么要强调垂直发射井呢 因为在很多时候 一艘军舰上的垂直发射单元的数量 其实是可以和军舰本身战斗力 以及整支舰队的战斗力 甚至整个国家的海军实力直接挂钩 目前世界上所有携带垂直发射单元的军舰中 当初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基数量最大 达到了122个 紧随其后的就是我国055大区的112个 而美国目前的主力驱逐舰伯克基最多也只有96个 而在这批次的提康德罗加基退役之后 美国海军仍在复役的提康德罗加基训养舰 仅剩下了9艘 那么这个数量比已知已经下水的055大区还要少 要知道除了已经服役的第一批次8艘055外 还有第二批次的两艘055大区已经也下水了 那么根据推测第二批次的055大区可能也是8艘 再过几年海军很可能会有16艘055大区 那么在2027年以前 如果美国海军无法补充相对数量的军舰 美国海军的实力实际上是处于不断舍水的状态 那么问题来了 五街大楼有相对应的计划吗 我没说有 但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首先一点是被美国给予厚望的 濒临战斗舰被证明是一部臭气 近几年才反应过来的美国海军 才想起来发展下一代驱逐舰 也就是那艘疑似超新055大区设计的 DDGX型下一代驱逐舰 但这玩意连图纸都没画好 2027年服役就是天方夜台了 好在美国海军提前布置的星座级护卫舰 能够补充新线血液 但五街大楼再顶眼一看 啥眼了 星座级护卫舰因为世界问题 首舰要到2029年才能交付 至于服役 那可能要等到2030年了 这就意味着在2030年以前 美国海军将基本处于持续衰落的状态 补充到军舰完全不足以填补退役 军舰带来的战斗力空缺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 052D和054A就像下饺子一样交付给海军 速度直快甚至出现了船等人的奇葩现象 那么在未来美国海军在055大群面前 恐怕会越来越抬不起头来了 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